这里是西汉时中原版图上,毗邻匈奴的边境,如今它是河西走廊上普通的村庄,但村子里却立着一个罗马风格的亭子,亭子里还立着一块石碑,小小的村子里经常有人慕名而来,那块石碑上到底记录了什么? 这个地方在甘肃省的永昌县,就是前面那个地方叫做哲来寨村,它也有一个很古老的名字叫做黎谦 在河西走廊上,这个名一样的古城黎谦,并没有和其他众多城为遗址的古城一样,完全消失在历史的进程中 黎谦后人特殊的相貌特征,让黎谦古城的历史更加扑朔迷离 公元前53年的时候,古罗马为了打通跟西汉的联系,发动了对帕提亚王国的战争 帕提亚就是现在的伊朗,但是在这场战争中,这个军队失利了 只有第一军团的近6000人成功突围,但他们突围之后没有办法西归回到古罗马,只能东进寻找自己的新的归宿 从此之后,古罗马的第一军团就消失在了历史的事件中,这个事件也成为了全世界的军事史中的五十大未解之谜之一 若干年后,在西汉版图内,西北边陲小镇上出现了一对洋人,可是那时没有人知道他们来自哪里 2000多年后,我见到了这位长着黄红色头发,阴沟鼻,蓝眼睛的大哥,他就是这里土生土长的村民 当时的张业太守汇报了朝廷这个事情,西汉政权接纳了他们,并让他们定居在此,于是就有了如今的黎千村 这块罗马军团东规纪念碑就是永昌县人民政府,在1994年的时候克立的,也就是为了纪念那一段历史 现在就来到这个村子里面,村子里面全都是这种矮矮的房子啊,就是用那种泥砖修筑的外面涂着厚厚的黄泥 看上去就跟这个河西走廊上啊,这些普通的农家没有什么区别 但是这个村子给人感觉就是特别的安静 我走到村子里来这么久啊,还没看到一个村民呢 看上去这村子也不大啊,很难想象这6000多人的军团 从伊朗那边走到中国境内,不知道中间折损了多少人 估计也就只剩下几百号人了吧 早在2004年前后,甘肃一村子里生活着疑似消失的罗马军团后裔的新闻 在全国上下引起了巨大的讨论 爷爷你好,就是说那个据说那些黎天人长得跟罗马人差不多是不是呢 卷头发,黄影,高鼻子啊,跟咱们汉族人不太一样 不是不是,不一样 后来我们据说这里造作的一个村子,他罗马人就在骨头长着呢 哦,腿长,很长,很高大,高个子 在老爷爷的指点下,我寻找到了这位罗姓大哥 就是说您刚刚说的那个,就是临几年的时候啊 很多媒体过来采访咱们这一块,他们主要的热点是什么 就是像您这种外表长相的这种热点吗,还是说那种 热点还是对于这种历史的,历史的,历史的 嗯,因为在世界军事史上,五十大威敌之门嘛 嗯,很多人说是莫名而来的,而且开始他现在是后继啊 后继啊,后继的生活是什么状态呢 就生活习惯,改变不就好奇,改变到底是怎么样的 就是比如说你们家爷爷辈儿啊,开始有没有什么习俗啊,习惯啊,之类的 就是跟我们汉族不太一样的,有没有就是 师祖现在子旁没有了,师祖现在因为这个就是,就算整的地方两千多年了 这两千多年就是,子旁都同化了,同化了 实在是那些文化,他现在能发映出来的,能发映出来的,真的就是这种人文化 人文文化就是他这种的,就是这个不怪他整啊,就是说 爷爷,爸爸,他们的就是五官跟您这边,跟您也是很像 我的爷爷,我的爷爷,我在我小的时候,这么大的时候 我们那个有影响,他们全是罗塞虎 罗塞虎,蓝眼睛,蓝眼睛,蓝眼睛,头大为黄,赤褐色 赤褐色,对,还不是那个金黄色的,赤褐色 那个就非常像,小毛罗,我姓罗,罗家的我们那个父辟蒙也像 那边村子的,像你们这种外表多吗,还是一小部分 以前从写在市场上不多,以前从我们这个多少年了 我们就,在云长鞋我们有写在市场做过的这个通子 也就个三百多年吧,这个立场就是三百多年了 就是不完全的通子就是,还有写的进入情况还在还没出生的那些 小孩我们开不着,这样也就像了 嗯,也不清楚他们的姓氏罗,是否也和罗马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个貌不惊人的小村子里,实在太过神秘和特殊 河西走廊上有一座古城,这里的居民不一般啊 他们中很多人都有着高鼻梁,蓝眼睛和黄头发 有很多人猜测他们是罗马人的后裔,这道理会是真的吗 公元前五十四年,在与安息国大战后,消失的古罗马军团 是众多历史军事研究者心中巨大的未解之谜 两千多年之后,甘肃金昌一小村子里,一些土生土长的蓝眼睛高鼻梁的居民 被一些专家学者认为是消失的罗马军团后裔 那村民们自己的看法是怎样的呢 像小时候你们有没有觉得自己跟普通小孩不一样? 不,不,不一样啊,这个消失就很明显 我们消失就上学时,同学们都去戳后就叫做 叫什么? 就给我叫德国人,叫外国人,不叫我名字 那你自己有没有觉得有点奇怪? 那自己有没有觉得有点奇怪? 那之前小时候不考虑几方的事情 什么呢,上了那么月嘛 那你们身份证上也是汉族? 嗯,肯定是汉族 在离前古城附近的这些村子里 大多数村民并没有和罗大哥类似的相貌 那村民们是怎样看待 这些从小到大一起成长,一起生活的 蓝眼睛高鼻梁的乡亲们呢? 你们以前小时候看上去觉得奇怪吗? 也奇怪的 也奇怪的,外国人 羞住不是嘛,啥这个 怎么来了外国人啊 外国人羞住不是嘛,啥这个 不像嘛 不像 嗯,学者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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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生活习惯那些也就跟我们一样的 学者就是这样 都一样的 都一样的 我们两个生死彼此了 嗯,好多不带人 他的爷爷,他的爷爷就爷爷上去 嗯,可能是成罗马 嗯,虽然众多学者以及当地村民 都认定罗大哥他们就是罗马人后裔 但这个结论有科学依据吗? 两千年之后啊 他对于就是说 这个事情 就是罗马族后 罗马人后裔这个事情 就是有没有一个定论呢? 这个定论现在 你说天板上定定字写在 不好说 嗯,他现在就是各种 新闻媒体上也没有定论是吧? 国内外,国内外媒体 他最近是把这个现象 哦,就是说这个现象 哦,就是说这个现象 进行个报道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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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但是你说,你说,你说 你说,你说,该规定论啊,这种 他资本嘛,就是 因为国内,国内有些 比如说各界区啊,这些 有些著名历史教授 也要加持,有反对,反对态度 哦,也有不认可的 哦,也有不认可的 嗯,不定的也有认可的 嗯,也有,就是争论嘛 争论,争论 争论,争论是很正常的 对对对对 这很正常的 嗯,那是不是对您的血液 进行过DNA检测 这个在中国,在中国社科院 知道,这是国家最高缺位 中国社科院在 2000年吧,那个 马仲林教授带团 他来过两次在云长县 却城范围那里做过 这个DNA检测 嗯,嗯,嗯 那他最后的结果跟您说 最后的结果,这个东西 特别的说,我开了 马仲林的那个结农 这个东西 光鞋在框口 电池做不出来 嗯,因为很多年了 嗯,他开始 比如说这个DNA检测 病毒树啊 日出树树啊 考古树啊 综合 综合才能够 多么学个 多么学个 做 和尚配合才能够 这种东西 光鞋在电池 对 也很难有 数字太大 数字太大了 就是一个方面嘛 就是 毕竟是多少年了 对,很多代人的 很多代人 两千多年了 他即便是那个时候 他也已经汉化了 对对 基本上看得出多少 是 集中在太阳光 这是太阳光 这是太阳光 对 太阳光 这是原始 我小时候 我还有一个时候 我们可以叫蓝眼睛 那时候 小时候 外号 你看那个鞋子 那个小学 我们的六版小学生 你看那个 他是那猫眼 方式性的那种 我开过这个 那个小奶孩子 就是那种猫眼 现在有一些外国人来这边玩吗 常来啊 常来啊 我们是这样承认的 这个就是在罗曼地方 就是有一些专家过来 不是调查吗 然后有的说不是 也有的人说是 现在是没有一个准确 现在就是 罗曼到这些地方 打了掌杉 也就是说 北调就是火的兵 他怎么处置了 就是做到这个地方 我们小时候的话 这个菜场啊 这个叫个 这下宅子 这个菜场没人啊 手术害怕的很 嗯 现在就是到处是人 刚刚老爷爷啊 跟我很热情的 讲了一段这个村子的历史啊 他说现在在村子里头呢 生活的基本上都是些老人了 年轻人壮年啊 学生啊 都牵出去了 虽然这个村子不一般 但如今 它也和大多数农村一样 空荡荡 冷清清 没有年轻人 没有活力 时间在默默改变着一切 从内到外 殊途